那一刻開始我對台灣司法是完全沒有任何尊重跟信任 就是周玉寇 周玉寇弄很多人 我也是其中一個 他以前弄我就弄底薪門神 对不对 然后我真的是被 几乎被整个全世界围剿到贪官污里 已经到惨到不能再惨 对不对 然后失业就算了 最后台湾实在待不下去 还有陈长文老师说 你在台湾待下去你可能会跳楼自杀 因为快被逼死了 真的快被逼死了 叫我到哈佛去进修印度 后来才沉淀下来 才回来重新作战 我跟大家讲最扯什么事情 他说我因为跟鼎心的老板吃过饭 所以他直接引售我 拿钱桥氏就是门神 就是贪官污吏啊